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这个好天气 以及明天就是周末假日带来的喜悦 同时也是因为下一周开始 就要准备迎接农历新年 在部落里不少的婆婆妈妈 也都开始进行大扫除的工作 当然有着好天气 绝对可以让打扫的工作顺利进行 至于美丽的天气会不会持续下去 我们就从第一张的卫星云图 来看看两天假日的天气变化 其实在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 在我们附近的云量其实是不多的 所以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 会跟今天一样好 重来在银封面的东半部地区 受到这个地形的影响 云量是偏多的 但是降雨的机会是不大 因此在宜兰 花莲 台东的 这些我们的宜娜跟法义们 可以好好利用明天这样的好天气 来整理家务 而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由北到南的天气 都会跟今天一样好 不过也因为这个好天气的关系 日夜间的温差会有10度左右 所以提醒西半部地区活动的民众 要多加注意这个温度上的变化 同时也因为这个天气好的关系 白天在太阳底下活动 不管是在山区或者是平地地区 都要注意这个防晒的工作 因为紫外线是偏强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华南地区不断地有云雨带 再往东移 不过这些云雨带的强度不强 随着这个移动也会逐渐地减弱 所以对西半部地区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 至于温度上的变化 我们再从下一张地面天气图 一起来看看 这样子暖活的温度 会不会一直往上爬 从地面天气图上 可以看到这个冷高压 影响我们的这个冷高压 明天晚上的时候会更加地远离我们 所以明天白天的时候的这个温度 跟今天相比变化不会太大 特别我们要针对南部地区来说 因为明天这个白天预估 这个最高温可以来到27度 同时间要注意到的 就是刚刚我们不断所提醒的 日夜间的温差会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个最低温可能会在15度左右 所以就会有10度上下的这个温差 所以西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在外出活动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注意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我们附近的这个冷压线 已经变得松散了 再加上这个风向 会转为吹偏东南向的风 所以近海的风浪都会再减弱 预估明天最高的浪高 会在两公尺之内 因此还是要提醒 明天想要到海边 从事水上活动 或是想要到海边 从事这个海调的观众朋友 要随时注意海面上风浪 以及潮汐的变化 至于明天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起来换为您整理的上海奇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星期日的上半天之前 都会是不错的好天气 不管是要外出旅游或是整理家务 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时间 因为到了星期天的下午开始 将会有一道封面通过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又会转为应有余的天气 同时温度也会跟着降 民众要多加注意 这就是今晚到明天的气象预报 祝您周末愉快 也先预助您扬眠行大运